大家好 接下来我们要示范的是正子三十七世太极拳的最后一个招式 第三七世弯弓射弧 弯弓射弧其实还包含了接下来的进步斑斓锤 以及最后十字手归缘 所以弯弓射弧虽然只有一个招式名称 其实它包含一连串的动作 弯弓射弧本身是个新的招式 接下来进步斑斓锤以及十字手跟归缘 都是我们以前教过的知识 最后一个归缘的动作 其实就是回到我们原本开始练习的时候的这个知识 当然这第三七世的重点就是弯弓射弧的动作 前一个招式是转身摆连 是一个非常困难做的动作 先看我做一次示范 弯弓射弧这个姿势在打拳的时候是朝向九点钟的位置 弯弓射弧进步斑斓锤 最后回到十字手 就是面朝我们原本打拳一开始这个十字手的位置 那我先示范一次完整的动作 弯弓射弧进步斑斓锤 十字手以及归缘 他的正确方位是朝向九点钟的位置 前一次是转身摆连 弯弓射弧 进步斑斓锤 十字手 归缘 这就是回到原本一开始打拳那时候的动作 所以弯弓射弧虽然是在九点钟的位置去打 但为了示范给大家看得到我手的姿势 因此我面朝镜头来示范给大家看 他的前一次是转身摆连 这是摆连动作 摆连的时候手是平伸 然后随着右脚落下来 我的左手会落到我的左胯旁边 然后由掌慢慢变成一个圈 这是摆连 然后右脚往前双手落下来 在我的左胯的前方 然后身体这个时候是朝向四点半的位置 再开始摆连 接下来我的胯会移到 朝向我们镜头 摄点钟的位置 然后手会一上一下 右手在上 在我的右耳的前方 左手在下 两个虎口摇摇相对 然后再看我转胯跟手移上来动作 重心这个时候是在右脚 前膝后三 身体转到右前方 右手在上 左手在下 虎口摇摇相对 胯是正的朝向正前方 再看一次这个摆连之后的弯弓射弧 弯弓射弧完之后呢 重心会再完全移到我的右脚 有点像秒伸的动作 左脚稍微伸一下 再落下来 接下来重心完全移到我的左脚 再做个进步斑斓锤 那就第二要做十字手 那看完了万公射武跟进步斑斓动作了 我把方位移到正确的九眼钟位置 因为做完进步斑斓锤 接下来就是接十字手 就会回到十二点钟位置 十字手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重心会移到我的左脚 这时候让右脚开四十五度 然后重心再移到右脚 再把左脚收回来 最后做一个完整的归缘动作 再看一次 十字手 接下来做归缘 然后就完全打完整套 三眼清晰的太极拳 好再看我做一次完整的 万公射武 进步斑斓锤 十字手以及归缘 前一次是转身百连的拜连 这万公射武 再做进步斑斓锤 十字手 十字手接下来做归缘 这就完整做完整套三七式的太极圈 然后做到这一次 就会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预备式 我们预备式的动作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归缘做完的动作也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三七式太极圈还有一个奥妙之处 如果你动作姿势完全正确的话 完整打完一圈 你脚的位置会回到一开始 你预备式那个时候的位置 这个三七式非常奥妙的地方 主事业正半轻在设计的时候 他的前后左右 虽然说我们步伐一直带动 但最后你固然完毕的脚的位置 就是在你开始时 预备式脚的位置 一模一样 这是奥妙的地方 当然我现在的程度 我还没办法做成这个样子 对于追求健康的人 其实你也不必要求成这个样子 而说你功夫做这样非常好 这个全家的设计非常的合理 会让你达到这样的位置 虽然很高兴你已经学完了整套 正直三七式的太极拳 当然学完第一遍 一定很不熟悉 我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我的师兄们就跟我讲 如果你能够坚持练习太极拳 练了五年 差不多才可以认定 你已经开始理解太极拳 主事业正半轻的这本黑皮书 他在讲完这个三七式 最后弯弓射斧 进步斑弹锤十字手之后 他写了一个后继 他讲说学太极拳者 十字六七和匆匆学弊一套工价 并以为了是 你学完了这个三七式太极拳 就觉得说我会了 然后接下来你就不练习了 他就讲说珍宝山空入 我记得我当初在学太极拳的时候 当然我买了这本书 这本书其实都看不下去 但我看到这个后继 他说不要入宝山而空守会 我就记得这句话 就一直持续练习到现在 所以我也希望说 你学完这我们第三七式的太极拳之后 不要入宝山而空守会 持续的练习下去 至少要坚持个五年 这个太极拳才是你的太极拳 我们这一集就录到这边 整套三七式太极拳 也就讲解到这次是最后一次 谢谢大家